佛陀出世以後 佛陀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的生命 它就像一個無止境的水流 這說明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今生不是今生 我們的生命不是今生才開始 我們曾經有很多很多很多次的生命的經驗 然後 到了現在 是關鍵時刻 那麼我們從過去的生命經驗當中 我們享受到很多的快樂 當然 我們承受很多的痛苦 這些都過去了 快樂跟痛苦的果報都是一死的 但問題是 快樂過去的痛苦過去的 我們內心 可以留下很多的痕跡 人生會留下痕跡的 留下很多的妄想 因為我們在享受快樂 在承受痛苦的時候 我們打了很多的妄想 這部分留下來了 這部分我們要處理 不管你願不願意 你一定要繼承你的過去的妄想 那麼 歷代的祖師 聖弦 基本上 基本上把我們內心的世界分成兩塊 一個是人心 一個是道心 我們 我們曾經在很多的武藝當中 享受快樂 但是留下了後遺症 我們留下很多的妄想執著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修行很困難 我們的佛號經常被妄想干擾 這就是享受快樂 當初沒有發佛提心 讓我們現境境快樂當中 今生留下的後遺症 就是人心這一塊 第二個 我們也曾經在聖弦的教室裡面 我們苦讀聖弦之書 苦修聖弦之道 我們有留下美好的一面 道心 所以人生也不要那麼悲觀 你也不一定要完全否定你的過去 你的過去 也做出一些好的事情 這就是我的道心 所以我們現在什麼都有 好的都有 壞的都有 所以人生你的來生有無量的可能性 看你怎麼做了 那麼從淨土宗的角度 從淨土宗的角度 我們要想辦法把人心這一塊壓到最低 把道心這一塊慢慢的強化起來 我們才能夠達到臨終的正念 因為你平常是什麼念頭 臨終就是什麼念頭 偶爾大師說 他說我不相信你臨終幾天倒 你平常幾天倒 臨終突然就有正念 不可能的事情 不合乎信念的等流性 所以你平常的功夫 才能夠引導到最後臨終的正念 所以我們必須在平常的修行 在我們內心世界 你要有一個操作的方法 叫做調伏力跟引導力 你要好好的引導你的信念 調伏你的信念 讓你的道心增長 讓你的人心降低 這跟修復報沒有關係了 如果你只有修復報 然後你心裡都沒有心地法門 你的思想不會改變了 因為你沒有做出改變 他就不會改變 那麼你不改變 按照正常規則 按照正常的規則 你是再來人我們不講 正常人的規則 欲望的勢力 是超過一道心的勢力 這是古人就有民訓 人心惟惟 道心惟惟 一個人不自我調整 你很容易往下面墮落 這說明我們過去生放育的時間多 在聖賢之道休息的時間少 所以我們的心態是要調整的 才可能往生的 不調整 是正常情況是往下墮落的 那麼在調整之前 我們先知道我們現在的定位 我們到底要下哪一方面的功夫 所以我們要先了解自己 你現在的水平是什麼水平 然後你哪些要加強 你應該多一點調伏 還是多一點鼓勵 多一點引導 那麼關鍵 所以佛法完全是個人化的 都會知道 一部那個已經講完 一個佛法剛才要講完 只是我們現在只能做通圖的 原則性的說明 怎麼操作 你個人要把它消化成你個人的操作 因為佛法修成都是 因為你的病沒可能病不一樣 那麼你要先了解自己 很重要 你到底需要什麼 因為你的時間很少 法門太多 所以我們在真實的做調伏跟引導之前 首先 先講八種發行 你現在的水平是停留在哪個階段 先了解自己 然後再做調整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祖師 把我們的心態分成八種 我們雖然在一起共修 但是我們的內心世界啊 有八種不同 那當然 在臨終之前 你都有資格調整 你都可以換跑道 在死亡到來之前 你還有機會 好 我們先看第一對 邪政的差別 好 我們請合掌 是有行人 一向修行 不救自新 但知外物 或求力養 或好明文 或貪現世欲樂 或望未來果報 如是發心 名字為邪 既不求力養明文 又不貪欲樂果報 為謂生死 為菩提 如是發心 名字為正 那麼 我們在佛法修學當中呢 有些人的發心啊 是錯誤的 就是他已經往邪惡的方向走了 他可能不知道 他已經走上一個通往三二道的跑道了 那麼他是怎麼回事呢 有一種修行人 一這樣修行人 不救之心 但知外物 他這整天在外面 動來動去的 那麼他從來沒有在內心當中 做一種調伏跟引導的工作 那麼當然 這個結果就嚴重了 因為我們的煩惱是重的 慾望是重的 從生命的經驗當中 我們放育的時間多 修學聖閒知道的時間少 那麼這樣子呢 他的內心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 佛求力養 追求物質享受 那有些人他對物質享受看得比較淡 他喜歡別人恭敬讚歎 厚耗明文 那麼 力養跟明文 有可能是今生的追求今生的一言 稍微好一點的人 是追求來生的一言 總而言之追求明文力養 這種發現 明知為邪 所以這種心態如果沒有改變 他的心已經走上了三二道的跑道 就是你的發心 你的生命的引導力 調伏力 就是往這個邪惡的方向走了 佛戰士的時候 有一個比丘尼是很特別的 叫蓮花色比丘尼 他在比丘尼生團裡面 他有三種特別 第一個 他的出家的身份特別 他是基尼出俠的 他不是 他是一個基尼 他長得非常漂亮 基尼出家 第二個 他是第一個正得阿羅漢國的比丘尼 第一個正得阿羅漢國 第三個 他是神通第一的比丘尼 他在比丘尼生團 跟木劍倫其名 木劍倫是藍重的阿羅漢第一名 蓮花色比丘尼是擬重的神通第一名 那麼當然事出必有因 他有這三種的結果 一定有他的過程 我們先談談他的前神 就是他出家的前神是怎麼回事 佛陀對經典裡面對蓮花色比丘尼談了很多 我們簡單講出他兩個很重要的因緣 第一個 跟他今生出家有關的 所以蓮花色比丘尼 他在佳瑟佛時代 就是釋迦摩尼佛前一尊佛 他是一個演員 是一個戲女 演戲的女眾 那麼他因緣不錯 他接到一個劇本 他演一個出家眾 演一個比丘尼 他很敬業也很投入 所以他演這個比丘尼的時候 他演完這個戲的時候 他深受這個角色的感動 他就發願 他總有一天要好好的成就初始的盛道 他對這種比丘尼的親近的功德 心中有一種引導力 他許下了一種願望 這是他第一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在他佳瑟佛時代 那麼第二個因緣呢 他為什麼做出基尼呢 這個地方就有他的故事了 他前生就是他這一生的前一生 他嫁給一個做生意的 他也是個女眾 他先生是個做生意的 那麼他先生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也曾經過一段恩愛的生活 但是他先生後來 做生意的到處跑 他先生到外地去做生意 他去了幾年以後就把他給拋棄了 因為他前生長得不是很莊嚴 所以他苦等他先生沒有回來 他就非常的埋怨 埋怨他的好姐妹就 那讓我帶你去外面走走好了 去散散心唄 就走到了山中去遊玩 結果在山中的時候音言不錯 遇到一個屁師佛 這個屁師佛呢 看到這兩個人來以後 他知道這兩個人有善根 就在空中顯神通 那麼蓮花色比丘 看到這個屁師佛 善神通 很大歡喜 就竭盡所能的供養這個屁師佛 那麼這屁師佛供養以後說 你心中有什麼願望呢 那麼蓮花色比丘 你就歸在地上說 我有兩個願望 第一個 我希望我以後成就生到的時候 我有你這麼殊勝的神通理 這個願望還不錯啦 不算很差也不算很好 還不錯 第二個就有點糟糕啦 他說我今生啊 被人家拋棄了 大家不知道業力嘛 他就怪罪我長得不莊圓 他說我來生要長得很莊圓 我要迷倒所有的男種 這是血驗啊 所以他花了這兩個驗以後啊 他心中就 人一個驗力驟驗下去以後 就有一種引導調伏的力量 所以他今生出生以後長得非常漂亮 但在經典上說啊 他的出生啊 皮膚是晶瑩透替啊 油如蓮花啊 那個臉色紅綿紅綿的 那麼他長大以後呢 他有兩次婚姻 第一個婚姻呢 他嫁給一個大婦長者的兒子 現在說婦二代了 那麼就當然他來享受冬花戶櫃啦 但是呢 這當中有個問題啊 就是說啊 他跟他先生生了一個女兒 但是他先生趁他在做 在生小孩的時候啊 跟他的母親啊 發生的不敬恨 這時候亂倫啊 就是蓮花色比丘里的先生 跟蓮花色比丘里的母親 發生的不敬恨 所以他知道以後啊 非常傷心啊 就離家出走了 離家出走了 就在外面流浪流浪流浪 後來 他遇到一個商人隊 商人隊經過的時候 那個商人的那個商主啊 看到這個蓮花色比丘里長得很莊嚴 就把他娶回來做太太 這是他第二任丈夫 但是商人娶回來以後呢 這個商人 他偶爾要到外面去做買賣嘛 他們知道這個商人去外面做買賣的時候 他遇到一個女仲 一個少女 又把他娶回來 娶回來以後呢 兩個人一相處啊 才知道 他先生娶回來的第二任太太 是他的女兒 所以他打擊太大了 他第一任丈夫 跟他的媽媽發生的不禁恨 他第二任的丈夫 娶了他的女兒 得他身受打擊啊 他就 又離家出走了 這個時候他就不再結婚 他就變成跑到距離去了 遊戲人間啊 玩弄世間的感情啊 到了中年的時候 佛陀知道這個人善根成熟了 佛陀派目見的尊者去 說你先選神頭 然後再度化大 目見人尊者到了 蓮花色比丘尼面前的時候啊 蓮花色比丘尼還不知道怕 還想要用色啊來誘惑 這個目見人尊者 目見人尊者 以神通力啊 讓他看到自身的臭惠 這個時候 蓮花色比丘尼啊 就起大慚愧心啊 看到自己的身體啊 溶解死尿啊 就是這層皮膚好看而已啊 那麼他起慚愧心的時候呢 目見人尊者在為他講苦極滅道的道理 這個蓮花色比丘尼當眾震得出國 然後就隨佛出家 後來就震得阿羅漢國 那麼這個地方我們要講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啊 蓮花色比丘尼 他的福報 來自於他共有一個屁之佛 但是我們看他這一生啊 他裡面經典講的很多啊 福報沒有給他帶來快樂 他沒有快樂 他一點快樂都沒有 他是一種雜然的福報 代業的福報 主要知道啊 福報有兩種啊 有些人這個福報是很輕鬆的 親近的福報 唱功夫說 輕福啊 有些人的福報是輕福啊 福報沒有給他再多的痛苦啊 但是有些人的福報啊 是帶來很多的不幸啊 這種福報代業啊 這跟你的因地有關係啊 主委 你在修善業的時候 你發的是不敬驗 你以後得果報的時候啊 會讓你很痛苦啊 快樂中帶有痛苦啊 因為你造感了很多邪惡的陰影 這物以樂俱嘛 你發的血厭唄 你看有些人得福報他很自在 他的受用都是很莊嚴 但是他的福報不帶業 不帶業 我們生命的每一個東西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諸法因延伸的 事出必有應的 當然 過去已經過去了 關鍵是你未來要怎麼做 我們修行的福報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我們把它引導到進度去 享受清淨的快樂 其實 其實你想想看嘛 你發的厭發的檔次高一點 你還是快樂嘛 你還是快樂嘛 但是你快樂不會受到掌目因緣的干擾嘛 你是一種高檔式的快樂嘛 親近的快樂嘛 那麼你 你追求的是那種世俗的因緣 你發心很低 那麼你得福報的時候糟糕了 你就遭感雜染的因緣 這個福報讓你弄得非常痛苦 就像年華澤比丘尼 他兩屆的丈夫都是大福報 他很有錢 他不愁吃不愁穿 那招感的因緣就是這麼的惡劣 跟你的發心有關 所以我們這個發心 古人說種下種子 你種下什麼種子 你來一生就準備 準備接受這個果實了 有些人的甜美的果實 這個果實沒有毒藥 有些人的果實是有毒藥的 那你要很痛苦的 付出代價的 所以 我們今天追求的 你一開始發心的時候修善業 你發心的檔次就是 貪求世俗的義樂 或追求來世的果報 你來世快樂的時候 你要小心 你不會很痛苦 因為你全身的陰地 種效的種子就是這種種子了 好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要發 志向高一點 不求利養明文 又不貪 欲樂果報 唯為生死 為菩提 如是發心 明之為正 你發長眼心 你來生 照樣得到快樂 就算你來生不往生 你發的菩提心 就算你來生不往生 你照樣快樂 這不是你要不要嘛 因果如此嘛 你照了三月一定會快樂 但是你快樂的時候 你是享受 親近不待業的快樂 這個快樂不會佔你的道 好 所以說我們的發心 會影響最後的結果 就是你這個種子啊 是有毒素的種子 還是沒有毒素的種子 這跟差別